1958年的中国,躁动而亢奋 这一年的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了 古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豪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不久,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出现在河南碎平的茶丫山乡 那里爆出的小麦亩产量是三千多斤 金凤,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金凤说,记者应该是时代的眼睛与良心 用眼睛观察时代,用良心反应时代 然而,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 我看到的资料,农业部的资料 就是在青海,因为青海那个灶非常充分 青海,西藏,高原,太阳啊,灶的都很强烈 我们又搞了两木多四年天 亩产是一千多斤 此时的金凤在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当评论员 有时也下乡做些调查研究 对于大跃进中农村出现的越来越离谱的浮夸产量 他有些担忧 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官朝派 秋后算账派 就是如果不相信这个浮夸的话 你们这些人就是官朝派 要秋后算账派 我说我就算秋后算账派 咱们秋后算账好了 这一年的夏天,自封为秋后算账派的金凤 自告奋勇下乡做深入调查 他首先来到了浮夸风比较厉害的河北省定县 定县呢,说是这个,有个全国劳动模范在那里 叫马宝山,我也认识 因为开秋后农业大会 我都认识很多劳动模范 我才就比较说,哎,马宝山嘛我认识的 他说,哎哟,我告诉你老王 我要放了一个特大卫星 我带你看 什么大卫星啊,那畅白鼠啊 一百万斤 我说你轰了头了吧 哎,我带你看 他就是把这个土地往下挖了一丈五次 里面都放了个小白鼠 小白鼠 然后往上就堆了个一丈五 上下就是三丈了 三丈里面就是一个小山 一个白鼠山 里面全是填了十五万斤小白鼠 他说我这个就是要放一百万斤 这个小白鼠长大了 不就是一百万了吗 我说你这么密吗 填上去,这个小白鼠 离开了土地一挤在一起 它能长吗 那不管 反正我这个白鼠山 我说你怎么不管呢 哎,我们已经向协委去报喜了 我说你完完全全是浮夸 老马,你怎么还干这个事情啊 啊,两个人不坏而散嘛 但我还希望你跟我写信 我说你得了吧 我不跟你写内参修算好的了 1958年8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 会议上提出了以钢为钢全面跃进的方针 号召1958年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很快,全民炼钢的热潮开始了 河南不是很出风头吗 有个鲁山县 他来报,给我们发消息 他要10月1号放一个热产一百万吨钢铁维星 1958年9月 在人民日报社农村部的指派下 金凤来到了河南省鲁山县 他的任务是调查这里的钢铁维星 我就到工地上去看了 就是都是个小土炉嘛 就是弄的那个胶态 然后弄那个矿石就这么烧 哎呀,我就是看看,看矿石吧 矿石别说是根本 只有一千多灯吧,最多估计 当时中央工业部有个女同志 跟我们两人一数 一个数过来 估计到还一千灯都没有 那个农民了,疲惫极了 那个时候正是山丘嘛 收丘的时候 地里的棉花,一片棉花 都没有人收 下了雨,这个棉花像白葡萄一样 一圈圈在地里面 我下去一看到一个公社 公社的书记姓王也是 包了一个白羊头手巾 这个臭霉苦脸 哎呀,哎呀,我什么呢 跟他丰陪了一万灯的任务 一万灯啊,要他 要他守约也好,要放出一万灯的卫星来 我说老王啊,王书记 我说你知道一灯是多少斤吗 大概一百斤吧 哎呀,完了 那个公社书记他不知道一灯是多少 他认为是一百斤是不是啊 一百斤,所以他一万灯呢 一万灯才多少斤呢 他还觉得好像还可以接受 我告诉他,我说一灯是两千斤耶 就是公斤是一千公斤嘛 合到世界是两千斤 他大吃一斤啊 两千斤跟一百斤差了多少倍啊 那这不可能完成嘛 那我怎么办 我以为是一百斤呢 我后来我的学完书记家 我说你们的公社书记 另外一顿就是一百斤呢 我说你这样,这样什么 我告诉你吧 我们的最大的钢铁企业就是安钢嘛 安山钢铁公司 我去过三次采访 安钢到那个1958年为止 他年产量是三百六十万灯 你怎么可能产一百万灯呢 我不是,你不是空嘴说白话吗 最终金凤没有写出任何文字 报到鲁山县的钢铁卫星 不过同样是在鲁山 他写出了另外一篇 后来让自己脸红的文字 1958年9月 作为人民日报农村部评论员 金凤来到了传说中 日产一万吨钢铁的河南省鲁山县 在调查到日产钢铁万吨 完全是个谎言后 愤怒中的金凤准备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就在这时 鲁山县一位管农业的书记拦住了金凤 那个农业书记过来 金凤同志,这样吧 这个钢铁就不去说它了 你不愿意发消息就算了 反正我们还是要向党中央国务员报习的 我说你们去报你们的习 我绝对不习 那个农业书记说 我带你去看看 这是活争架势 带你去看看一个红领金 试验田 拗不过盛情邀请 金凤被请到了这位书记提到的红领金试验田 原来这是一群小学生种出来的 无产万金玉米地 因为当时是太多了 保母产一万斤啊两万斤 不是包括一百万斤 白树多出来吗 这个一万斤不就是小意思了吗 是不是 然后呢 我听他们小学生呢 说的头头是道 怎么样 怎么样这个选种子 粮种 然后泡种子 然后怎么 怎么试肥 怎么加 怎么样 过程 整个过程都讲的头头是道 但是我组于那个教师在旁边 没有吭声 然后呢 有一个大概六年级的小学生 好像是个班长啊 什么红领金啊 大队长好像很会讲话 他说啊 我们这里河南呢 有句老话 就是没翅膀的鸟 不会飞嘛 说你们这些娃 都是没翅膀的鸟 你们会飞吗 你们搞得错卫星吗 我们就是没翅膀的鸟 我们要飞 我们搞出来一个 亩产一万斤的玉米的卫星 红领金 亩产一万斤 没有翅膀的鸟要高飞 如此浪漫的景象 金凤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一次他头脑发热了 我就写了一批通信 叫梅翅鸟高飞 然后楼民日报一登啊 全国报纸都转载 团众员还出了个小车子 叫做 收了其他几批文章 那个小车子名字就叫 梅翅鸟高飞 后来我知道当然是假的了 后来我一查 我写心去问了 以后说那些老师给我来一封信 那就是别的要他们这么说 他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 非常抱歉 1959年冬天开始 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过后 饥饿渐渐地成为 每一个中国人面临的头等大事 在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工作的金凤 也从自己粮食定量的不断调整中 感受到了这一点 60年我还到了四川 就感觉到了四川呢 那个时候就是要说干部的量 可量指标 35斤变成30斤啊 男童子是25斤啊 这样26斤 这个女干部 普遍的只有16斤 男干部就是20斤 根本吃不饱啊 城里人如此 乡下人更是饥荒成灾 作为记者 吃不饱肚子的金凤 继续着他的田野调查 所到之处 总是让他唏嘘不已 到了河北 这个河北那个八路郡的 八路郡的根据地 西外还是吃得很好啊 西外啊给我们吃什么 葱油饼 我们去了两个男童子家 我哎呦 我那三个男童子好容易吃到葱油饼 别的我不知道 他们一个人吃到四个葱油饼 下去了 下去以后我就住在一个军属老大娘的家里 我们去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 他的一个不是老大娘 军属一个大嫂 他的丈夫参军 他一个小孩 男小孩大概八九岁吧 我们住在一起 这个河北的那个头 这么头靠着炕嘛 炕的那个尿盆啊 就放在炕底下 他的孩子一起来把酒烫 老尿 为什么 沙汤里面给他们打的饭 我一看 就是年儿两个打了这么一盆吧 就是西汤瓜水 放点有一点点土豆 有一点点菜 有一点点小米 主要是这个汤 他说哎呀 对不起了童子啊 我不懂事啊 你没有睡好啊 我就头 我这个印象是 就点点嘻嘻嘻 一会儿起来 对对对对 你要小别 一会儿 我马上就想到 西味是葱油饼吃 这个地方就这样 我真是非常非常难过 在其他地方的走访调查中 金凤发现 饥饿让很多以前 想也不会想到的东西 都成为了人们的食物 北京郊区一个县啊 一个地方 它那个那个村里面的树啊 树皮都通通没有了 树皮都不能吃了 那个每个树都是白的 里面的露出那个白的 就像人吃松楼体那样 看着我 非常非常难受的 1962年1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 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就在这个时候 全国很多地方的农村 小心翼翼地搞起了 当时并不被中央认可的 包产到户 不久 金凤就接到了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采访任务 1962年初春 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 全国农村依然没有从饥荒中走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在三级所有对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下 一些农村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 当时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了 就是说安徽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了 有的是包产到队 有的是包产到户 而且我们听说呢 也就是听说 说中央啊 这个邓志辉是很赞成的 邓老啊 他是管农业的嘛 邓志辉很赞成 说是邓志同志跟周总理啊 好像也倾向 也还是有赞成的意思啊 特别是邓志同志 周总理没有说 周总理比较慎重 更慎重一点 不久 作为人民日报农业部的记者 金凤接到了一个采访任务 到河北省房山县阳头港生产大队 调查那里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 我们就去调查了 一调查呢 那个大队队长拍手 哎呀 太好了 他说我带你去看 老王 我带你去看 就是我们四个人都去了 他说这是支流地 你看支流地的种的榆米 秋天嘛 支流地的榆米是多少呢 没差600斤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是60年代啊 现在大概榆米可以产到1000斤了 那个时候600斤是高产了 他说你去看看 支流地的家家支流地你去看 鱼米都是600斤 我再带你看看大帖 你看大帖就是稀里花了 他最多是打300斤 有的就是真的打200斤 你如果让我们包产到户 我们的产量 全身产量就增加一倍嘛 自流地与集体土地 在产量上如此悬殊的差异 让金凤兴奋不已 不过他知道 此时包产到户 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有人认为 这只是解决农村极端困难的特殊措施 也有人甚至认为 这是资本主义复辟 是一种倒退 那个支部书籍 可是坚持党的原则 不赞成 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包产到户 那就是资本主义 我们绝对不能够走回头路 支部开会呢 就是他一个人不赞成 其他支委 都党员 全部都赞成包产到户 个社员也是啊 尽管存在争议 包产到户 在阳头岗还是越搞越红火 昔日的穷山沟 一天天的富了起来 许岁就不得了 他可是吹牛嘛 要到共产主义 所以好多许岁的妇女 都嫁到这个阳头岗来 有的都带着孩子过来 有的所以阳头岗的 光棍都高兴啊 一下子又能够娶老婆了 连孩子都有了 回到人民日报社的金凤 把在阳头岗调查到的情况 向报社总编吴冷熙 做了汇报 吴冷熙听过之后 同样兴奋难以 吴冷熙听着还很高兴啊 另外还叫我们去调查 那个农村能不能够 还调查两个问题 一个是能不能够开放 节目市场 农村的市场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那个大生穴 能够 生口啊 公省跟大楼的生口 能不能够 封闪到社会家里去呀 就这样 金凤和他的三个同事 又回到防山县的阳头岗 在做了进一步的调查过后 四个人开始分工撰写 关于阳头岗实行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 就在这时 报社总编吴冷熙 突然打来了一个电话 吴冷熙就说 精神变了 中央在北戴河 就是毛主席就发出 机械斗争 为刚 机械斗争 要年年讲月月讲 千万不要忘记机械斗争 机械斗争 要年年讲月月讲 天天讲 一下子气候就变了 所以你们都赶紧重新写 后来金凤才知道 人民日报新华社派到各地调查研究的记者 写了不少肯定包产到户的材料 在新华社办的内部参考发表后 这些材料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命令 以后不许再登 本来完全是倾向于包产到户 倾向于要开放农牧市场 倾向于要把大牲口封铺石 马上别啊 还是巩固解体经济 哎呀 我说这样吧 我是不能总了 我说我第一段 我是巩固解体经济 第二段呢 就是有不同的意见 是吧 也有一些少部分 就是因素少部分 认为呢 包产到户 也有一定的 可以考虑的 就是作为一个补充了 就是 但是这个题目呢 就是 还是要管较解体经济 协外派的一个干事啊 就跟着我们像个侦探一样的 像一个 无敌的人一样 看着我们就 拼进去 因为我们讨论 当然敞开讨论了 当然我们倾向于包产到户 他就回去 所以 能不能把派了一个调查组了 来 来宣传鼓吹包产到户 好家伙 一下通到 彭震通知那里了 彭震通知就叫 无论新闻 无论是说 他们写的 还是巩固解体经济啊 幸好 消息我们知道的少 1967年初春 全国各地一片锣鼓炫天 由革命造反派掌权的 革命委员会 取代了各级人民政府 全国的工农业生产 在这样的欢呼声中 陷入停滞 此时 正在京郊怀柔县采访的 人民日报社记者金凤 遇到了 怀柔县一位 已经靠边站的副县长 他说我要跟你讲啊 金凤同志啊 不得了啊 我们这个农业生产 春耕生产没有人管了 一直到大的 十五书记大嘴上 统统靠边站了 瘫痪了 整个机构瘫了 他说 这个如果春耕生产 没有人管 要出现饥荒的呀 大饥荒啊 到了秋天吃什么 这位曾经主管农业的副县长 告诉金凤 他和几个同样靠边站的领导 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这一决定的第十四条中明确指出了要抓革命 促生产 他说十六条要抓革命促生产 我们想成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系指挥部 就是说可是我们不敢成立 成立了以后造反派 说我们是反夺权了 听到这里 金凤拍手叫好 他立即找到县革委会主任 将这位副县长的想法和盘托出 在县革委会的首肯下 淮柔县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当即成立 春耕生产也很快在这里开展起来 然后我回来就写了一个情话 写了情况啊 这种地看到了非常高兴 马上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第二天发人民日报 我是写的情况啊 没有什么新闻岛屿什么都没有嘛 就是按这个情话 一直不改发在人民日报头版了 一发的话全国都丰丰成立 抓革命促生产火系指挥部了 不光农业工业也也成立 交通啦什么什么都成立 这下不是生产就有人抓了吗 就不至于大乱了吗 打击决心不怕追尊 江青跑行就批评这种人 你用生产来压革命 然后就追查这个这个这个是谁写的 人民日报 一查说是有一个有一个记者叫叫叫叫 叫叫王金峰写的 他就记下我的名字了 1967年秋天金峰到上海采访 期间驻上海空四军宣传处长 请他去参加空四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会 在这位宣传处长口中 金峰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让他心惊的口号 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就是说我们指挥飞行员飞行的时候 先叶毛主席雨落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这样 打电话以前先叶个雨落 为人民服务 你是谁啊 然后那边 抓个名出生产 我是谁谁谁 就是要这样的 那你打电话可以啊 是不是 还有吃饭以前也要年毛主席雨落 这些都可以 你飞行指挥不可以 因为我是自己是空军的家属嘛 飞行员干部的家属嘛 飞行这个水域是非常短的 或者上升 转弯 返航 什么 急剧化嘛 因为它都是碰起是战斗机啊 速度很高 你在这个前面也加个毛主席雨落 这个是飞行员反应不过来嘛 你反应不过来要出事故的 因为事故就是机会人亡啊 这不是要命吗 最终金凤派另外一名年轻记者 参加了空四军的 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会 会议结束后 这位年轻的记者 给金凤带回来一大堆纪念品 用各种金属材料 制作的精美毛泽东象征 这时金凤坐不住了 他又拿起了笔 第一空军学习毛主席主作 庸说话 庸说话 我说他要 什么叫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呢 这是最大的空话了 怎么占领天空 他们要用主席雨落来指挥飞行 这要击毁人亡的事故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空军大量动用国防器材 来制作纪念章 甚至于动用黄金白银 我说这个是不符合于情节 借过情节借军的原则 就在这篇文章 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后不久 金凤的头上 突然被扣上了特务叛徒的帽子 那无法学办报告给了江青 江青在人民大会当不知他的 说王金凤是谁啊 人民日报记者 他是什么时候落党的 他说好像是上 他说是17年是上海地下 地下当地是叛徒 1968年金凤被押到了北京卫戍区隔离审查 这一审查就是五年零一个月 我是坚持不后悔 我算是因为写内部情况的货了 我觉得只要是给老百姓有利 对人民有利是吧 当时还是觉得对党的建设有利 我还是要坚持些 1973年6月 45岁的金凤回到人民日报 他又拿起了他那支犀利的笔 这一写又是十几年 我觉得一个记者呢 应该是一个政策的人 政派的人 敢于坚持正理的人 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很不容易做到的 是吧 那么应该是时代的眼睛 观察嘛 观察这个时代 反应的时代 还要作为时代的良心 这就更难做到了 感谢观察 感谢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